8月8日 东京奥运会正式落下帷幕 赛场上 不论是拱离娇 拳红蝉 还是李文文 他们大胆释放着自己身上独特的美 深沉内脸也好 天真明亮也好 斗玉灵力也好 那是数十年的汗水 凝结成了沉稳 无数次对截 累积起了自信 而比赛当中 总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回穿梭 时隔十年 郭静静回来了 作为曾经的选手 如今他变成了裁判的裁判 没有一点前辈架子 他反倒十分低调 当中国跳水梦之队摘下手筋后 镜头一扫 郭静静在看台上跟着唱着国歌 中国队包揽跳水冠亚军后 郭静静像个小粉丝一样 在后面默默地拍照 霍启刚在家中晒出和孩子 一起看跳水比赛的视频 电视上出现郭静静时 他一脸自豪地指着电视说 看 这是我老婆 自从嫁给霍启刚 郭静静便过起了相扶教子的日子 如今多年后归来的他仍是顶 人们对他的喜爱也只增不减 他的身上到底有什么神奇魔力 让人们这样爱戴 郭静静出生在河北保定的一个普通家庭 因为从小体弱多病 他被父母送去学游泳 眼间的教练一眼 乡中他的跳水天赋 就这样 郭静静开始了他的跳水生涯 12岁时 郭静静进入国家队 和风头正盛的福明侠分到一个宿舍 当时的福明侠 刚刚凭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收获的金牌 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而郭静静只是一个从河北省升上来的跳水选手 1996年 15岁的郭静静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只拿到了第五名 冠军是师姐福明侠的 没拿到冠军的他更加拼命地训练 有一天 因工作人员开灯失误 郭静静起跳到半空时 两眼一黑 造成了右腿骨折 痊愈后的他胖了将近20斤 两条腿也变得不一样粗 教练们认为他已经废了 谁也不想再带他 被冷落很久后 是已经退役的钟绍珍教练收留了他 于是 郭静静再次开始魔鬼般的训练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 遥遥领先的郭静静在最后一跳失误 再次与金牌失之交病 只拿到了银牌 所有的心酸与委屈终于爆发 比赛结束后 他一个人跑到河边痛哭到深夜 他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战胜不了师姐福明侠 还是战胜不了自己 所有的努力都在奥运会这一刻归零 他是在退赛了三年之后付出 然后又得到了金牌 你说会不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我天天在练 我当时觉得 怎么就这样 我觉得 觉得 没办法理解那种感觉 回国后 钟教练带着郭静静 回到熟悉的河北跳水馆 虽然场馆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但教练想让他在这里找回当初那个心无杂念的自己 2004年 雅典奥运会前夕 中国跳水队到山东泰山起伏 其他队员都选择坐缆车上山 只有郭静静坚持从6290级台阶一路走上去 他生怕自己不够前程 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一个轮回 三次出征 郭静静终于夺得了金牌 此后 一个真正属于郭静静的时代开启了 他的对手不再是师姐 而是自己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27岁的郭静静 斩获四斤两 他更是以总分415 创下历史最高 一整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更是被大家称为风神一跳 流传至今 但正当所有人 都在期待他出站伦敦奥运会时 医生告诉他 继续跳水 可能失明 由于长时间受到水花冲击 郭静静视力下降到了0.2 随时有视网膜脱落的风险 但为了保证状态最佳 不管训练还是比赛 他都主动放弃佩戴隐形眼镜 不戴眼镜 对他来说意味着 只能分清白天和黑夜 跳板的一台一落 毫离之间的把握 郭静静几乎全是凭着感觉在做 抵不住病痛的折磨 2001年 30岁的郭静静终于宣布退役 一个时代终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到奖牌也遇到了爱情 2004年郭静静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块金牌 此时雅顶奥运会的观众席中有个男孩对着赛场上的他一见倾心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未来的老公 霍启刚 比赛结束后 郭静静随中国代表团来到香港 在欢迎宴上 霍启刚走近他 张口便是一口广式普通话 我可以和你合影吗 郭静静爽快地答应了 一会儿 霍启刚又来找他拍照 我说你不是照过相吗 他说 哦 刚刚是别人照的 我拿不到的照片 我可以再照一个 哦 好 后来郭静静才知道 原来找自己合影的人 是赫赫有名的豪门二代 霍启刚 从这以后 霍启刚开始了自己的慢慢追其路 只要有郭静静的比赛 观众席中总有他的身影 他永远扛着最长焦的相机 默默记录着郭静静在赛场上的点点滴滴 有一次 郭静静主动发信息给霍启刚 这下可把从没打过中文的他 急坏了 渐渐的 郭静静被这一个不一样的大男孩吸引 虽然是富二代 但是霍启刚不像其他顽固子弟一样 花天酒地 他为人诚恳 兢兢业业 靠自己的双手创业 打下一片天地 终于有一天 郭静静答应了霍启刚的追求 谈恋爱可以 但绝不能影响训练 他给出了自己的约法三章 不能占用训练时间 不能到训练场地来看我 不能在退役之前结婚 本以为会被拒绝 但霍启刚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确立关系后 霍启刚就连见面都要问一下他的日程安排 就这样 他们携手走过了八年 2001年 郭静静由于伤病宣布退役 霍启刚后脚就向他求婚 郭静静却说 我会做你老婆的 但不是现在 所有人都以为 郭静静要加入豪门的时候 他一个转身 去英国进修语言 又去中国人民大学 攻读MBA 因为当了一个运动员 会失去很多东西 除了专业 好像其他的他都不太懂 他想把他们一点一点地捡回来 等到郭静静终于完成了学业 霍启刚便将心上人 风风光光地取回了家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婷更是表示 感谢郭静静能够下家到我们霍家 给足了尊重 结婚八年 郭静静用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格魅力 一步步地影响着霍启刚 当其他豪门阔泰带着名贵首饰 背着奢侈包 游走于名利场时 郭静静经常背着麻布包 奔波于菜场 超市 他依然难得地保持着质朴的生活习惯 霍启刚也经常大巴小包地跟着郭静静生活 他们一起逛超市 和孩子一起甜甜插秧 在地铁口意卖 有人嘲笑他 豪门太太的日子不好过 他只是当作耳旁风 同时 也用一颗强大的内心诠释了什么是 朴实的高贵 邓亚平问他 嫁给霍启刚会不会有压力 我没有压力 我觉得启刚会有压力 言语间是十足的自信于他 郭静静能够拥有足够的底气 来源于他始终不依附于丈夫的独立 他从不妄自菲薄 自我看低 霍家确实很好 但我也不差 豪门很多 冠军只有一个 曾经公公霍振亭来看孙子 郭静静强制要求儿子做完作业 才能和爷爷一起玩 身份显赫的霍振亭 也只能言听计从 虽然郭静静没有给公公面子 但霍振亭却欣赏他的原则 他凭一己之力 让霍家尊重 在一十四年 郭静静为中国跳水队 赢得了三十一个世界冠军 这十四年 是他一个人独自支撑的漫漫长命 退役后 郭静静从光芒万丈的冠军 变成了普通人 可他偏偏又嫁给了一个不普通的家庭 难得的是 他仍然选择了做自己 每次起跳 入水 坠落 都潜伏着莫测 得到的 亦或是掌声 亦或是唏嘘 只是在这一台一落的毫厘之间 郭静静永远都是平静又坚定 不愿多激起一滴水滑 日月 又来 而遊客 空之后 钟 他 Привет 好 不 我